艾德尔老师 什么样星座的男人 就是有办法让这个女人 对他全新的付出 无怨无悔掏心掏肺 这些上榜的星座男人 就是有办法让女人 为自己来心甘情愿的付出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男生的太阳以及上升星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名的这个星座朋友 如果你是双鱼座的男生 有机会让女生 为你心甘情愿的付出的原因 是因为双鱼座 就是靠温柔 因为女人总是比较好骗 因为这个双鱼座的男生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很多星座书 或者是说娱乐圈里面 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这个双鱼座的男生 好像比较能够讨得女生欢心 或者是说总是能够 游走于这个异性之间 他们能够让女生 对自己有心甘情愿的付出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温柔 其实女生就是希望 一个温柔的男生 能够对待自己 如果说这个男生很诚恳 而且又温柔的话 其实女生 都是愿意为这个男生付出的 就算是有时候被骗 有时候女生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再来我们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男生 也是能够让女生 为自己心甘情愿的付出 是天秤座 究竟天秤座有什么样的魅力 让女生愿意为自己付出呢 就是靠颜值 颜值呢 所以天秤座都很帅吗 是的 年轻的天秤座就是小鲜肉 那么年长的天秤座 也就是熟男 所以熟男魅力 其实呢 这个演艺圈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 也是这样的天秤座代表 那么女生为什么 就是愿意为天秤座 心甘情愿的付出 因为这个颜值 女生看到她就开心 看到她就心满意足 看到她就有幸福感 那么因为所有女人 都是爱帅哥的 所以天秤座 不管你是老老少少 你任何时候 都要把你的颜值顾好 这样子女生就愿意 为你心甘情愿付出了 再来我们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 也是能够引得 女生为自己来付出 巨蟹座的朋友 的原因是因为 巨蟹座有一个能力 还蛮强的 它靠站会 是的 靠站会 靠站会 因为巨蟹座 大家都以为 它是这个 很乖巧 很顾佳的 但其实不然 其实娱乐圈里面 有很多巨蟹座的 这个男生 最后呢 都还是能够 引得这个女生 饥饿连山 为自己付出 为什么呢 它就是靠站会 靠站会这招怎么用 对啊 我认识你 我很高兴 但是我必须先站会 我已经离过两次会 我实在没有勇气 跟你交往 虽然我这么爱你 不要用我的台词 其实我觉得女生会被打动 为什么呢 因为那女生都心软 然后有时候 这个巨蟹座 她自己犯了错以后 她先坦白从宽 或者说把这些缺点 或是一些小毛病 就是在最心爱的 女人面前 把自己的内心 全部的剖析一遍 女人会觉得说 哇 你这么诚恳地对待我 这么样的坦白 那么我就心软了 那么就算犯了一点也小错 女生都觉得说 你一定会有浪子回头的一天 所以双鱼座 天平座 以及巨蟹座男生 就是能够有能力 让女生为自己心甘情愿付出 给她做参考